嗯 这个道理 池恩恩也知道 他都来了这种店了 如果专挑里面打折过季的衣服 等同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毕竟这种店 就算是打折过季的衣服 以昂贵的能够惊掉人的下巴 与其花了大价钱买过时的衣服 不如加一点钱选当季的服饰 他不要那一件毛衣 的确是觉得那一件毛衣贵了一点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毛衣还要配裤子外套毛衣链 才能够搭配出一套 一套下来 价格就不是贵了一点点 但是总不能用奢侈品的毛衣 去搭配他在夜市随便买的牛仔裤吧 池恩恩绕着店里面转了一圈 在导购小姐的介绍之下 挑选了三套价格适中 不需要再额外搭配的成套的款式 一条浅蓝色条纹衬衫高腰裙 一条小湘风淑女经典套裙 一套职业女性黑白装 三套衣服三种风格 第一种休闲 第二种淑女 第三种职业 只是简单的三套衣服 足够应付各种场合 而且三套衣服都是很适合吃恩恩 最大程度的点缀了他皮肤白 腰细腿长的优点 又恰恰好的靠着大轮廓的设计 这挡住了他胸不够大的缺点 连导购小姐都夸他的眼光好 吃恩恩把三套都试给了丽北爵看 每一套他都点头了 吃恩恩才让导购帮他给包装起来 三套试完 吃恩恩坚决不买了 丽北爵难得看他啃一口气买三套衣服 没有为难他爽快地刷了卡付了账 在导购小姐甜甜地欢迎下次光临声中 露着吃恩恩的肩膀走了 他们一走 整个店里的导购就沸腾起来了 刚刚那个男人是丽北爵吧 就是丽少吧 我记得之前在一个财经节目上 看到过他的专访 没想到本人比电视上更帅呀 我也认出来了 肯定是他 真的好帅呀 可惜品牌规定不能拍照 不然我好想偷拍一张啊 我也是我也是 我刚刚超级想要趁着他等人的时候 偷拍一张做手机屏保呢 可惜不敢拍 几个人垂胸顿足 满满的遗憾 在他们的遗憾八卦中 吃恩恩已经回到了谢尔顿大酒店 一道酒店大堂 一个风风活活的小身影已经窜出来了 冲着他就是一阵的怒吼 石恩恩 你不是在和我挖贝壳吗 为什么转业人就不见了 你还有没有把我当成你儿子了 你 你 你就不怕我被拐跑了 你就没有儿子了吗 这个跟发怒了的小狮子一样的小家伙 不是他家吃宝贝是谁啊 他似乎是气急了 抓起持恩恩的手 情绪瀕临爆发地往回走 走 我们回去收拾东西 我不要待在这里了 我要回家 我要回京市 就在他发飙的时刻 丽北爵急步地走在他的面前 弯腰就把他给抱了起来 吃宝贝正在愤怒的时刻 张腿就开踢 一边踢一边用嘴咬 我不要你了 你是坏蛋 你弄哭了我家女人 你还抢我家女人 你放开我 冷静 丽北爵不大的一声 却格外地有威慑力 又踢又咬地 吃宝贝停了下来 愤怒地瞪大眼睛瞪着他 还是那一句话 我不要你了 我要你就行 丽北爵毫不在意地 一句话就给他堵了回去 吃宝贝气得小脸又长红了 大声喊 我说我不要你了 我耳朵没拢 丽北爵猝了一下眉心 不悦地提醒他 你不要我 也就别要吃恩恩了 要就两个都要 凭什么 吃宝贝不服气 丽北爵阴谋一咪 抱着他大眼瞪小眼 凭他是我的 吃恩恩是我的 我们在一起五年了 你是最近才和吃恩恩在一起的 先来后到 也应该他是我的 吃宝贝还是不服 水晶似的小脸通红通红的 丽北爵撇了他一眼 甩了他一句 五年前 没有我哪儿 也是我先来的 这个问题如果不懂 你可以再长两年 你才不懂 吃宝贝虽然是真的不懂 但是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被迷失了 气得小嘴都在颤抖 气归气 他现在想跟隔壁老王争一个输赢的欲望 大过了想要带走吃恩恩回家的欲望了 总监 他在这里 忽然一个激动的男生插了进来 紧接着 一个染着青色头发 穿着潮装的中年男人就走在了利北爵的面前 先是双眼放光地把吃宝贝望着 紧接着 看清楚了利北爵的长相 又双眼放光地把两个人一起望着 兴奋地伸出手来 你好 我是某某品牌的宣传总代 你知道这个牌子吧 利北爵看都不看一眼伸在自己面前的手 抱着吃宝贝 转身就走到了持恩恩的身边 那个人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就放弃呢 又追了过去 一边走一边说 先生 你等一等 我不是骗子 这个品牌是一线的奢侈品牌 全球500强企业 我真的是他们品牌的宣传总代 呃 好 是这样的 我想邀请你和你的儿子 一起为这个品牌拍摄广告 就是杂志内页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一种映照 他们品牌正好要推出同装线 刚刚在沙滩上 他们拍摄了一组杂志内页的广告照片 但是找来的那个女星表现不佳 好好的一款裙子穿在她的身上 硬是拍出了low的气息 总监不满意 大发脾气说要重新换人拍 可是临时换人 在去哪里找这么合适的人选 正好他们在沙滩上看到了一个酒店服务人员 正在哄着一个漂亮的小男孩 那个小男孩尽管只有五岁 已经可以看出来长大之后霍国殃明的模样 关键是身上还有难得的贵族气质 总监当时就把人给看上了 让他来找 结果等他找过来的时候 人不知道为什么跑不见了 他在酒店找了大半天了 才找到了人 没想到他不止找到了缩小版 还让他找到了金装版 他怎么肯放弃呢 他胆子超大的拦到了丽北角的面前 继续嗶嗶 请相信我 这一次杂志那页广告 由我们品牌总监亲自把关 绝对不是那种路边上随便乱拍的广告图 如果你们表现好的话 还能顺利地成为模特 做了